这个小女孩正顶着大太阳在卖减脂 定价两毛钱一张都没人要 以上五都卖了一块钱 即将收摊的时候 却遇到了一群外国游客 不仅出价十美元一张 还要花四百美元 买下所有的剪花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小女孩小时候发过一场高烧 拯救不及时 导致下肢瘫痪 无法站立行走 每天只能孤单地坐在河边 看着过往孩童的深夜 双腿不能动的她 就连拿竹竿这种小小的事情 都要拜托弟弟 洗碗 剪花就是她每天要做的事 但因为暖暖剪花的技术极好 所以村里有什么喜事 都会来拜托她给剪个花样 贴在屋子里洗漆 可别看暖暖手小 这一张张大红纸 只要经过她的手 就会变得栩栩如生 留开白紫 紫洁娃娃 鲤细帘 惠子当年 主家满意 暖暖也开心地笑了 唢呐开头 引着新郎背着新娘热热闹闹地往家走 半路上就被孩子们堵住了门 笑呵呵地伸手问主家要糖吃 暖暖羡慕地看着这一切 也想能够参与其中 但她心里明白 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 这个想法恐怕永远也实现不了 眼看着一颗糖掉在了暖暖的身边 她刚想拿竹竿去勾 却被手脚利索的小男孩蹦跳着捡走了 暖暖有些失落 但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默默地把竹竿放了回去 直到主家把鞭炮缠在河边 别的孩子都簇拥着 快步地跑开了 这时的暖暖有点害怕 但她甚至连一步都无法挪动 只能咬着嘴唇 捂着耳朵 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点燃了鞭炮 虽然害怕到了极点 但看着河对岸热闹的样子 眼泪还没有干得暖暖 又笑了起来 她总是这样 不管是悲伤还是难过 总是默默地哭泣 不会发出一丝的声响 因为总觉得是自己亏欠了家人的 所以总是想 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让妈妈提前把碗和水 放在能够得到的地方 然后刷得干干净净 摆放整齐 这天村里的两个小孩 自高奋勇地想帮她 把碗筷端进去 暖暖阻止了 但无奈双脚动不了 只能听见屋里传来 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然后两个男孩就急忙跑了 果不其然 晚上回到家的父亲 看到碎了一地的碗 开始训斥 你说那小屁孩 他能断好过碗吗 你也让他们断 暖暖只是愣了了 并没有身边 弟弟也走了出来 你把碗打 这样你用拆高 其实暖暖一直都觉得 因为自己的腿连累了家人 所以爸爸和弟弟都不待见他 想道歉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只能尴尬又沉默地继续吃饭 第二天 妈妈准备去镇上买点东西 当暖暖再一次 被包到河边的时候 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妈 我想跟你去赶集 妈妈还没出生 就被爸爸立声制止了 不行 急上那么多人 你那腿好看啊 一句话伤得不仅仅是暖暖的心 更是狠狠地扎在了妈妈身上 拉起爸爸就训斥 但爸爸却不以为意 本来就是嘛 他腿那样了还想去赶集 最后还是在妈妈眼泪的攻势下 才败下阵来 妈妈施了个毛巾去给暖暖擦脸 想安慰他 告诉他爸爸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怕你在集市上热 暖暖一边流着泪 一边懂事地说 我知道 怕就是怕我 怕我在集市上 怕我在集市上热 这模样看着谁都心疼 爸爸把他抱上了车 暖暖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出去看看 虽然脸颊上还有胃肝的泪痕 但还是绽放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一路上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毕竟每天都被禁锢在一个方寸之地 今天终于可以放放风了 而这也是暖暖自瘫痪以来 第一次走出家门 看到路边的两朵切牛花 就爱不释手 等到他们娘俩到的时候 集市上已经有很多本村的人在卖东西了 妈妈把暖暖的剪纸摆好之后就离开了 暖暖坐了好久 太阳都升了起来 才终于开了张 她本来只打算要两毛钱一张 一个好心的阿姨却用一块钱买了两张 暖暖看着手中的钱笑了 这是她第一次靠自己赚来的钱 日头渐渐升高 暖暖满头满脸都是汗 妈妈也回来了 本来想炫耀一下自己第一次卖出去捡花 但母亲显然没把这一块钱放在心上 不一会儿弟弟就放学了 跑过来要吃冰糕 暖暖刚赚的一元钱就这样没了 她看着弟弟吃雪糕的身影 露出羡慕的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冰滚箱 虽然很想吃但还是非常懂事地说 我不吃我做人没动 天真的太热了 妈妈也开始催促回家吧 暖暖却还想再等等 能不能有人再买几幅她的剪纸 这时一群外国游客看到了非常喜欢 张口就是一幅给十美元 一人要十幅 妈妈虽然有些不知所措 但还是急忙硬了下来 同村的几个人也凑过来看热闹 但外国人却有些不相信 这些剪花都是出自一个小女孩的手 暖暖当即给了一个男子 剪了一张剪影 这下可好 外国人不仅要买减纸 还要和暖暖合张眼 在得知小女孩瘫痪站不起来之后 为了表达歉意 直接花了四百美元 买下了所有的减纸 这下可发财了 在当时能够换一辆电动车了 送走外国人后 同乡人也开始纷纷议论 外国人真好骗 几张不止骗子就能值四百美元 人也走了 戏也散了 当他们都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 暖暖望着那个雪高摊位 终于说出了口 妈 我想吃冰高 妈妈急忙跑过去 而暖暖全程就这样看着 眼眶里蓄满了眼泪 冰高拿到手 也一口没吃 任由它渐渐融化 吃吧 都是妈不好 妈好 是暖暖不好 暖暖年龄吧 年龄吧 还原来弟弟 懂事的女孩最招人心疼 其实妈妈也明白 并不是暖暖有多想吃那一块冰高 而是她忠有权力 有勇气去张口 要那一样东西 因为金钱的力量 弟弟不仅格外亲近她 还给她画奖状 爸爸也难得有了好脸色 还要拿着这钱 带她去城里看病 经过路口的时候 遇见村里人 她一看这花能卖那么贵 就打起了减纸的主意 而且这个村以前祖祖辈辈都是剪花的 只是因为老一辈的去世 新一辈又不愿意学 所以这门手艺才渐渐地不复存在了 但要是说会 哪家其实都会一点 这样一想一群人都冲向了小卖部 买了纸回家研究去 还立志要成立剪花专业村 但他们弄得总归不如 暖暖的花样多 样子好 便找来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去找暖暖帮忙 爸爸本来不想让孩子教他们 他觉得如果村里人都会了 那暖暖的剪花还能卖得出去吗 但孩子的心一片赤诚 如果一个人能够带动全村富起来 那也是在积德了 就这样全村人都在跟着暖暖学剪花 但到集市上的时候 却一张也没卖出去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顾客 几个人你争我抢的 硬生生地把人给吓走了 费心心思弄得剪花 还不如最开始的老鼠要好吗 想象中的外国人也没来 这天一名文化馆的馆长来参观 说要收集暖暖的剪花作品 村长们忙问 我们的能不能行 收集给不给钱 在听说这是非盈利的活动之后 兴趣失去了一半 但这一群人还是想要碰碰运气 各家各户都积极地参与了 这个减脂大赛 表面上都是为了传统文化做贡献 其实都在想着外国人什么时候来 终于有人憋不住了 我是说你接待的外国人什么时候来 那外国人走的时候 不是不是还说什么 过得来过得来 那不是还能来啊 馆长一脸蒙圈 是不是说goodbye 村民们急忙点头 馆长狂笑不止 原来这是个大乌龙 外国人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来 气急败坏的村民 揉碎了手里的剪花 扔掉了所有的红纸 再也不剪了 这个村里又只剩下暖暖 一个人在剪花了 主任这时又找到了一个朋友 想让他帮忙推销一下 小伙子同意了 当场给了500的定金 但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做担保 主任说要给担保 他还信不过 那就我们全村人给担保 紧接着就跑去给暖暖报喜剧 暖暖看着手里的钱 眼含着泪 一宿没睡地剪了一夜的剪花 弟弟和小伙伴大早上起来 满村的贴 整个村子都红通通地好看极了 村民们都觉得过意不去 找到主任和他一起去暖暖家 看着女孩手上磨出的水泡 心疼极了 连忙问他 还有没有什么没实现的心愿 暖暖欲言又止 一群人就这样看着他 鼓励他 我想上学 略带哭腔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妈妈更是急忙反驳 暖暖失望地低下了头 本以为这个愿望 永远都实现不了了 可一转眼 一群小伙伴就这样背着暖暖 走向上学的道路 也许前路渺茫 但我们此刻尽力了 毕竟你永远不知道 风将要飘向何处 人的归处又在何方 关注我 下期内容更精彩哦